上个视频呢,制作了一个这样的小跌路 结果很多朋友说呢,可以用这个小跌路制作一个风动船 结果我就去买了这个空心杯的小马达 还带了这个螺旋桨 然后呢,参考其他朋友做的这个风动船的这个外形呢 又制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结构 正好把这个空心杯马达呢,给它放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打算用这个小跌机,还是用这个酒机小跌机 去控制这个连杆这个地方 这个连杆正好与后边的这个尾舵进行相连 这样的话呢,就能实现这个轨弯的动作 最后呢,我们可以把这个风动船呢,给它制作出来 看看它能不能在这个水上跑起来 好,感谢大家的关注 好,感谢大家的关注